好 接下来这一位脱口秀界早已知名 已婚独立女性都市丽人 接下来就叫我们养家糊口的斯文 都市丽人 一个特别厉害的人 都市丹丽人 大家好 我是斯文 没有想到今天多了一个title叫都市丽人 自从成为了养家 家喻户小的独立女性之后 很多女性朋友会问我 她说你是如何做到赚钱养老公 还没有一句怨言的 我说那很简单 有一个更爱抱怨的老公就行了 大家看我老公 平时抱怨的话太多了 三天两头跟我抱怨 他说老婆 我是一个大男人 你非但不让我赚钱还要养我 你让我承受了无法承受的幸福 我还怎么抱怨 我只能说你别哭了 再哭让你少承受一点 我老公除了爱抱怨 其实对我挺好的 比如说他沉迷游戏的时候 他会鼓励我也培养自己的兴趣 他会跟我说 他说有兴趣爱好的女性 就像有老婆养的男人一样 总是最优秀的 当然我同意他说的 就是女人一定要有自己的兴趣 但是找到自己合适的兴趣 它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你得了解自己擅长的领域 才能慢慢把它发展成自己的兴趣 比如说我 我就是总结了过去 自己18年的人生经历 我说了一个结论 我最擅长的就是花钱 我真的太要花钱了 你说这个一般家庭主妇 都是操持家务 而我就是操持账户 只要我活着 没有一天不买东西 我只要出差两天不回家 快递领在家门口 堆出两道墙 邻居经过都会问我家 说这是哪个快递中转站 下次我也来这儿寄快递 而且我不只爱给自己买东西 我还喜欢给别人买东西 前段时间我婆婆打电话 催我生孩子 我就赶紧转移话题 我说妈 昨天在京东给你买了 卧龙每日坚果 你收到了吗 我婆婆是过来人 一听就懂了 她说又想转移话题对吧 行算了 我不请你生孩子了 刚刚我也在京东 给你买了些儿童腐蚀 你别浪费哦 后来儿童腐蚀 我确实没有浪费 都给程鲁吃了 大家看程鲁现在壮了 打两个小学生不成问题 当然 我也不是不想要孩子 最主要是工作太多了 去年我就因为工作的原因 生了一场病 病好了之后 我特别注意饮食健康 我现在都是在京东 买新鲜的食材 亲自下厨 我老公有时候 也搭把手 就是把手搭在我肩膀上说 老婆加油 加点卤花酱油 我只能说你走开 别在这火上加油 成鲁这个人呢 从小就娇生惯养啊 就是基本不碰 厨房里的东西 但是只有一次啊 成鲁玩游戏玩输了 气得暴跳如雷 我当时一看 赶紧递给他一个擀面杖 说是不是很想发泄一下 去把脚子皮擀了 其实我觉得这个不结婚啊 不知道男人 就是生活有多能糊弄 刚结婚那个时候呢 我老公他也下过厨房 结果呢 饭煮成了稀饭 还说不够 要吃就吃最软的饭 硬是加了一点水 煮成了粥 这个张文宏医生都说了 喝粥营养不够啊 好在后来搭配着 儿童腐蜀一起吃 不然真的会营养不良 真是吃软饭不易 吃软饭还得营养跟得上 更不易 比起我老公呢 其实我非常注意健康啊 平时呢 我还会做一些运动 然后搭配一些 低卡低糖的 古物雷零食吃 既能解馋又不发胖 当然像巧克力啊 薯片啊 可乐这种高热量的零食 我也会买 主要是用来招待 我那些闺蜜们啊 那既然是好闺蜜 就要这样 我不胖 你们也不想瘦 我的同事里面呢 有一个人叫王建国 不爱花钱 只爱吃 你说怎么办 屏幕没了 只能空着手上 啊 什么没了 我还想看呢 所以王建国每次 只能空着手啊 向我家蹭吃蹭喝 当然我是不介意的 我老公比较介意 因为王建国呢 总是抢我老公的 这个儿童腐蚀啊 别考了 儿童腐蚀 我也没有办法 而且这个爱花钱 爱吃啊 都不是坏事 只要量力而为就行 那什么是量力而为呢 就是像我这样 来京东吃货节 讲脱口秀 用酬劳换美食 为了多换一点呢 我把我老公也带来了 我还叮嘱他说 老公 你的儿童腐蚀 本来呢 今天我应该只夸京东啊 但是有一点 我还是要吐槽一下 就是京东的食品好 售后还快 这让我很不能理解 你说食品好 还需要什么售后呢 难道还会有人 开开心心地吃完 这个食品 觉得不过瘾 去找售后退换吗 哎 好像这个办法还不错 当然我不是要 偏吃偏喝啊 我是说买食品 上京东就对了 然后既然大家 来都来了 我给自己带带货 最近我初期说了 他说像 五月里上架 大家可以观察一下 跟那个儿童腐蚀 一起买 谢谢大家 我是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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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